大家好 我是来自贵州农村的一个长期女孩 很开心每天都能在自媒体平台 认识到那么多关心我的人 在这里呢非常感谢你们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只是我们的经历呢比你们难得太多太多 对于我们来说你们都是幸运的 从小就生活在贵州农村 出生于一个长期家庭 父母双方呢都是长期人 在那个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 我的父母呢却用他们的坚强 励志生活自力更生 抱着自己那勤劳的双手自己去创造 父亲和母亲呢也给我树立了很大的榜样 就是不管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努力 大家都知道我呢双脚残疾 瘫痪无力 双手呢也是这样 身不值不灵活的 在生活中我们的经历呢 也是你们正常人所无法想象得到的 我们不仅要承受身体上摔跤所带来的疼痛 更大的是心理的压力 我们都靠着自己内心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让你们看到很多残疾人 就是他的脚瘫痪呢 但是他的手至少是好的 像我们双手呢也这样 在生活中太多太多的难 做什么呢都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些年呢我试着去做过很多事 都会受到束缚 特别就是自己的双手 其实就像做生意 生意呢挣不到什么大钱 就是人家拿钱给我 我就是找零钱给人家 都是一种困难 这双手呢 就是拿钱都拿不稳 像今天我去买菜嘛 买菜呢 就是我蹲也蹲不下 站也站不稳 或许会说 如果你们是老板的话 你们会照顾我 是吧 就像在我们这边做生意 今天我买了个土豆 老板呢他说 就是我蹲不下去嘛 他给我剪 但是就是我买过很多次东西啊 别人给我剪的都是坏的 所以说别人就是 他考虑的永远都是自己自身的利益 所以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你都要靠你自己去努力的 我做了这个认为你 也看到那个 有拿来的 然后我做到的